念佛得安乐 徐雷 你又要打牙剂了 什么不好吃 就专吃这些鸡鸭猪狗的 这你们可就不懂了 下酒就是要吃这些肉 这样吃起来才够味道 等我杀好了 过来陪我喝一杯 徐雷是民国初年的人 平常就爱喝酒 而且特别喜欢杀生 虽然他的朋友常劝告他 可是他都不听 直到有一天 那是民国九年元旦的夜晚 徐雷正喝得醉醺醺的 在屋里呼呼大睡 睡着昏昏沉沉的他 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地狱 有两名恶鬼 正在用一种装重重的春节一个犯人 样子十分的残忍恐怖 你 徐雷上前一看 天哪 这不是我的身体吗 在惊恐中 才感觉自己的背部受到撞击 痛得大叫一声 这个时候 空中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在念佛中醒来 徐雷才知道 刚刚做了一场噩梦 可是摸摸背后 不得了 竟然痛得不得了 从此以后 徐雷痛改前飞 专心学佛念佛 他每天称念 《阿弥陀佛圣号》 同时诵读《华颜经》 曝贤行愿品 有一次他病得非常重 仍然趁着要诵经 由于他这样的精进 当他诵经的时候 空中时常会出现 像圆境一样的白光 有一天晚上 徐雷对妻子说 明天佛菩萨 要来接应我了 你应当把屋子打扫干净 烧香准备迎接 他的妻子听了就照着做 第二天 徐雷洗完澡 穿好衣服 就端正身子 念佛而试了 一心忏悔念佛的徐雷 早已远离苦行地狱 求生西方安乐净土 一心忏悔念佛 那你第一次看 最好是这些档架 一心忏悔念佛 一心忏悔念佛 最好的 甚至来